清朝时嘉庆帝次子闽宁喝得明顶大醉 侍女南拉氏进房娇媚地说 尔阿哥今晚就让我服侍您吧 南拉氏以为自己攀上了一根高大的树枝 殊不知这就是她悲惨人生的开始 嘉庆帝长子早要立次子闽宁为太子 闽宁以前就是用儒家君子的性格来要求自己 不允许自己犯错 不料一次醉酒之后 婢女南拉氏趁机照顾闽宁 并很快生下了一个儿子 闽宁为这件事感到羞愧 她总觉得自己和师女的 事情是在被皇室指指点点 所以即便是在明宁即位成为道光皇帝之后 她依然对妃子二人深恶痛绝 后来儿子调皮捣蛋经道光修好早药 这位宫女本以为母亲可以比孩子贵 没想到却被扔进竹篓挑水